纽西兰情报部门指控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华裔高级分析师赵元 在十几年前中新自由贸易谈判时向中共提供机密资讯 当时赵元恰好在纽西兰商业、创新和就业部任职 该部门在国家贸易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参与政策制定、签署、执行与监管 2022年10月 赵元落地纽西兰首都威林顿国际机场时 受到纽西兰安全局的短暂拘留 查了赵元的手机和电脑 并要求赵元停止与中共官员联络 赵元2006年入籍纽西兰 曾在多个政府机构工作 他否认了上述指控 新唐电视台记者余良、名誉综合报导